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歡迎大家今晚來到這個 從教育參選再施設的關閉的 史德勒派 中文字幕 《中國神樂文教會議》 信仰及公共價值的中心合環 這次其實 看回這個題目 其實也有感覺 開箱很多立法院其實 我們有多少朋友來參加 立法會選舉已經過了大半個月 新任的議員 過禮拜之後已經要用這個選制就任 現在去講教育參選再施設的關係 好像遲了一點點 特別是參選的時候 那些參選的教育都沒有機會 在這兩個禮拜之後就職 但今晚看到這麼多朋友來的時候 第一就是大家兩個心人 都很關心香港社會 都是從教會出發去的那些 另外一件事 都看到其實似乎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談 特別就是說 在今次事件裡面 我想大家都會看到 有宗派跟會眾表明 不贊成教育參選 但是也有神樂園的高層 即是極高層 就是找個名字出來去助選 支持 你看到其實這個現象 似乎我們討論的空間都特別多 所以今晚我們三個機構 就有三個一個朋友 邀請三個成員當中 一起去分離 首先當然是有 中學成分研究院副院長 和信仰及公共價值 和中心的主任 康經成教授 給點採聲 好嗎 另外呢 先進行另一位 另外呢 我們又是 劉子銳 博士 就是聖工會 青山聖育一堂的助理師 一方面 因為他本身的 服侍的堂會 就是在這個 新界西 他的很多 會員都是選民 現在明顯他觀察了很多 當然 另外就是 他本身在教會市 有他的專長的研究 學士學位對這方面 就很不錯 算是 算是 我不敢回答你 算是 希望當中的分享 就是幫大家的討論 接下來就是 胡掌律師 香港教會德西文的 總幹事 我們是在DBC電台的 電台節目的拍檔 最深一點就是 可能還可以多做幾個星期 真的沒有搶車 這陣子 主要是願意 才可以這樣說 所以 司機三夜晚幾多車 對 7至9 好了 宣傳就講到這裡了 言歸正嘴 這次我們希望 我們整個聚會 就是台下講多一點的 所以 你們等會見到的情況 就在台上 會不會講完 就在他講六分鐘 就收了 之後 可能我們台上 再稍微聊多一聊 然後就有很多台客 就開始就業的 問問問問問問 所以你可以想定 這些事情想說 我猜你也有了 你這麼多人 選舉之後 三個星期都還沒有 我猜你有些問題 想問問 好 首先把時間交給 主持人說 忠神有幾位的老師支持 支持陳老師的參選 我需要強調的 就是每一個老師的決定 都是個別的 独立的決定 他們也不代表忠神 事實上 他們都沒有向忠神申請 或者申報過 但是很可惜 今晚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幾位都沒有辦法放在這裡 老師就不在香港 總是兩位老師 分別在一個講座 和一個課程 即是每個課程 十項 所以剛剛就不可以得 我呢 可能就得了一點 都需要再說一次 就是我今晚所說的 不代表忠神 我基本上就是 解釋一下 維護一下我自己的臉 所以在整個 在我的討論當中 我可能都會提起 和我相似 或者是 和我相關的 對立的一些意見 很簡單 開始的時候就是 我基本的想法 基本上可以是兩方面的 第一 我是可遙同 我認同教育集 應該派行參政 但是這個和 等於我呢 教育集應該禁止 教育參政 反對 教育不應該參政 因為我認為 沒有強而有力的實行依據 支持 教育不應該參政 我看基本上 教育 即是對教育參政有料理 你可說 有三個處理的立場 一個就是 基於 我稱它為聖言 基於 目跡的著名 是以專心意義上代的話 和祈福為實時 即時 以政治 是人的輪定 所以 教育參政 就是離開了沒有的目跡著名 所以 就認為我教育參政 客意而言 目跡著名 的確是戒經宣宣讀 就這個意而言 沒有目會 就是沒有戒經宣讀 可以說 離開了沒有的目跡著名 但廣義而言 目跡著名 都應該包括 母養和服侍全國社理 就是 不少教育的工作 在當中 都知道 教育的工作是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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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論是信和教育 都可以藉著參政 結晉上帝的愛 和服侍上帝 特別是社會 在香港的環境 社會不是成年 所以 牧師是上帝的 所以 就算 他有一個心 但他主要的工作 就不會在上帝的環境 因為主要的 是愛心 和追求公義行動 來服侍 在大義里 大義是先知 他當然是異常帝的華語 和服侍 即時 但是 完全無妨礙 他捉外邦的手術 大義的說法 就是 對牧師參政 有些疑慮 朱大義是 被牧師有些時候 牧師有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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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教育參選 就會引起 那種權 是有些拋圍的 以來 產生不必要的 誤導 或衝突 甚至導致 教育參政 这方面我同意,例如主教参选和服侍参选都依然不同 但个别极少数的教育参政是不代表教育参政 更加可以讲到教育子的参政 更加讲不到精英子的量和宗教势互相的散讨和东风 第三个讲法是什么呢?就是圣坊的讲法 圣坊的讲法就是教努和平信徒属于不同的范层 教努只是属于教会,平信徒属于世俗 因此教努就应该沾沿世俗的事务,例如政治或参选 这种讲法应该比较少人说,因为这种比较中古世纪 天主教的东西就是一个圣坊 但是都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教务所缘归参选 我看到就是圣坊和圣坊 但是这三种都没有说,除了圣坊或圣坊 一定不可以参选之外 其他有空间是某些教务可以参选的 另外一个我应该说的就是我认识这位产华牧师 其实是很短的时间 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我说 因为我支持他的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认识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支持他的原因就是排在他人本身 都更加不是因为他是牧师 而是因为我们同样的和我们共同的 对信仰声音进入议会政治的参政议联 我们是不同的 主要就是因为我现在社会是市场主动 工具理性的 就是所有都讲钱的 而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多元的声音 应该都可以由宗教的非常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这几年都是全终在那个空间当中的信仰声音 那就是牧师的教育参选和基本的信念 是一致的 非常准致 谢谢龚老师 那接着有时间就会交给刘牧师了 也是六分钟 我问完有忠敬见词 我听到有一两句开场白 一两句开场白 只会用七分钟的时间 所以都应该没什么问题 某年某月某日 狼威总编辑在我神志不清醒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他说了些东西 问我好不好 我说好 然后我后悔了 我对自己的承诺都是要承担的 那就是今晚来座 都要澄清一下我的身份 又说真正的身份 除了是一个研究生之外 就是我是一个律师 所以今晚的同学队来讲 都是很敌寒的 因为我还有一个性工会的律师 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性工会 真的没什么问题 是我有问题 是我有问题 但是重回我认识 就是个人说 就是受得伤 我和大家看得很清晰 我是很小过认识的 认识的 所以当知道 也都未见报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会参选 但是有点挣扎 今天的座位是很好表明的 就是我们在光教授 第二个月 拍五个月 就是我一旦正在中阶 大家可以认识 这是很像工会 我们已经做了 即是正在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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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传道很重要 但我自己去看特别的教育参选 如果再试这个政教湾是什么 其实我有点立场 因为经历了3.25下的 我都是在顿乎荒诞的小编子选举之后 基本上我有件事就是 2017如果有1人1票普选特首 我就出来的了 我就出来看看有谁对的 这个不適合你就先扔下他 我现在有惊喜的 但是到了南法会选举之前 也有很多的讨论 我就快过自己冬要了 2017我不会再出来的 不会再出来的 因为我从来很出来的 但是我就会想 政教关系其实在香港教会如何去面对 因为当然不是他们两个对立 就是有不同的声音 我作为一个教务 我觉得都很无奈 不是不叫无奈 我自己定位在哪里呢 他又怎样帮政教会定位呢 我又没有帮陈牧师助选拉票 我又觉得好像欠了他们的样子 我现在都是 他只差一点 如果我出版了 我就是新解释的 那就可以了 有些规刑 在规刑当中 不要紧 今次只是开车 我最喜欢看电视剧 It's only just the feeling 就是照耳光天谣 那些自博打出来的 我画面黑杀 然后照耳光天谣 那未来的讨论和关心就是 究竟教会 我们怎样进入那个政政 还是说我们维持这个形状呢 那我最喜欢这些阶段里面呢 跟一些幼稚园老师说 因为刚刚9月1号开学来的 但是这个政府总部有另类的开学来的 我正常跟一些幼稚园老师说 我今天应该是政府总统部的 不过呢 因为我们又要有老师的聚集 大家想想 2047和这些幼稚园老师 讲2047的问题 因为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者 那么2047是会变的 我说你们今天教的幼稚园学生 2047是什么年龄呢 就是承担那个变化的一班 是承担的 可能是整个社会里面的中间分子 我们今天怎样去教他们呢 2047他们就会面对那个变化 那特别是教会办学校 我们怎样帮他们去成长 那这个我会觉得是一个 另类的一个 就是政教关系移动底下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在现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政权暂时来说 不是直接干预教会 但是我们真的不敢说 未来的日子 今年是2047年 未来的35年里面会怎样变变 所以教目应否参选 我认为不会继续是一个 我们不能够逃避的课题 就算你已经有难寻也好 好过我会觉得 不会是最后的答案 仍然会有很多的情况会影响我们 还有重回历史的教目 能不能做官呢 我有派的认识里面 连天主教的修士都可以做官 刚才我从法教的修复精神 耶稣会士在明朝、清朝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都叫做个官 叫什么登天教、鑑正那些 这是高官来的 比如汤若鹏的 可以做个高官 当然这个是某程度 跟他们的基本语言真的不同 但是他们会因时制议去改变 今天教会用了什么立场 一定要香港的教会 立即跟随这个路事 但是有没有因时制议的方法 要留给大家一起去想 谢谢 似乎真的要看我们今天谈的内容 我们是面对社会的转变 在中午还要有很多思考空间 但是今天和大家谈的时候 一些方向或价值的判断 就可能会帮到我们在明朝来试一下 好 时间交给你 先来 好 我今天晚上穿黑色衣服 没有清楚表明 反对国民教育 反对国师参选 所以这个立场是 我知道 如知江格斯一定是白色衣服 所以我们是白色衣服 黑白分明 不过这个 纯粹是一个座坚园 我们不是说一些 绝对真理的对比错 很简单说 如果我们去 因为我已经将我整篇文章 就已经upload了 在理想教室的网上 你已经看到了 我知道时间所限 我简单说几点 特别刚才江教授说到 他看不到牧师参选 有什么神学的依据 去禁止他 他就从一个版面来说 我就问了 07年的时候 一位胡志偉 参加香港先生选美 请问有没有 他不幸地选中了 真的 有一位叫胡志偉 跟我同性同名 如果我这位胡志偉 又参加香港宣室 选举2013年 请问教会 有没有审学理据禁止我 不参加呢 用回同样的逻辑 他是一个公民 他是一个石石练人 他觉得他自己有足够 那他就去做了 这个是他的照命 所以第一个 我自己是觉得 是有些混乱的地方 就是 为什么我们是将 我们牧者的照命 来到模糊化了 牧师的照命 我都不一定在堂会里面 我都是机构你的牧师 都在DBC里面做制度 但是我仍然 我不是说 我现在不做一个牧师 我全职的 是做立法会议员 或者全职的 是做另一个 就是另一个 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 上帝既然把照命 是给我们 我们是可以服侍上至 达官贵人 下至市井小民 我都要问 牧师为什么要进入立法议会 才能够成就去照命 只要是牧师身份 终于他照命 无需要争取权力 或者名贵 他都可以复制不同阶层的人士 所以牧师的照命 是不可以和堂会分割出来 第二就是 目的是政教不分 一直以来我们很讲 这个政教分离 是讲明堂会和教育 不直接进入建制权力的架构里面 刚才刘牧师没有讲的 政教会其实有两位牧者 是先后做过立法会议员 第一位就是班佐治 他是1971年案目 1976年做了7年的立法会议员 另一位是冯志活 冯志活 冯志活在1991年参与 新界都直选成立法会议员 我之前7月份的时候 我最后请了冯志活和轩思伟 但很不幸地 那次都是只有十几位教育参与 不像今晚 为什么我们当时是那些人 就是因为 因为陈奥牧师还未知识公布参与 这就是那个问题所在 当陈奥牧师宣布了之后 我们不可以搞这一类的聚会 大家就要明白 所以当牧师参与的时候 确实是不能够推动 或者是帮助到 堂会在民主进行的过程里面 冯志活和牧师 我们讲回的时候 和排班佐士 当时人们认识的班佐士是一位校长 他长期关注教育、勤求和女性的事务 而冯志活是人家的关系 认识他的 他是反对大亚湾核电厂 那个赵人的身份 多过他一个牧师的身份 所以今次政教分离宣导会的立场是很正确 我自己的宣导会顾问牧师 教育是可以教导和讨论政治的议题 但常识告诉教育和堂会是不适宜参与党派定制 Pattition Politics 即是所谓参与权力游戏里面 牧师参选只是对外界、对教会有所误会 以为教会和他的代理人是对严世权力甚有野心 教会不能再保持所谓政治中立 要差派教育取得已值贵志 才能够成就国度使命 而第三就是教会失恋 这个教会失恋就是牧师的案纳和堂会不能分割 他知道有些事情是合理但是不合情 陈奥牧师一方面要向公众宣称 是将班外文化大作议会 彷彿代表整个教会 流水海报写得很清楚 为香港人站出来说耶稣 但问题是想问 宣导会也不支持他 以乐团契也不支持他 明光世也不支持他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牧者是从堂会设央出来的话 那他怎样能够进去议会里面 来改变现有议会的文化 我们说堂会的政治和外面的政治都一样 所以如果牧师的能力是能够证明 他在改变中派和堂会里面内部的政治 那他就OK了 他有资格可以进入立法会 在一个政治对立的气氛里面 去改变议会的文化 为什么因为相信一个人 他不可以改变现有堂会的文化和制度 而可以进入立法会里面 是造成一个所谓不一样的改变呢 所以我们要问 而且牧师参选前没有作公开的资讯 也没有向那个教会问责 只是他个人主动争选的过程 既然牧师说得不到实体的教会支持 为什么要高调地入议会 要为人民抹脚 我们要问 哪个信仰人体猜猜他 要做这些行动 最后一样东西 道德意识自答 有位社会前博主席跟我说 他说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 就是以为他给社会人士有道德优元感 以为我们进入议会就可以改变一切 牧师参选也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这家牧师参选 一定是质素高过信徒 或者非信徒呢 在这个派给这个选民里面 就是为非主流站出来 我想问这个简单抽象 不具体的政綱 我们怎样来到 他进入议会 就跟他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当我们要进入立法会的时候 他是一个具体可见的政綱 不是理想化 浪漫化的不一样 如果牧师参选来推动信徒 就不同政策 讨历一件好事 但现在我们看到 是选举游戏 就是很多的领袖 是喜欢说 当他有某一种的权力 某一种位置的时候 他当于亲近权贵的时候 他就越能够有影响力 就越能够去改变这个政府 那我们是否今天迷信教会 会有一些圣言进了议会 就能够转化现在的局面 彰显上帝的国度 我只是想说 教目没有低贬我们的照命和目绩 我们发挥影响力 是高过任何一位立法会的议员 今日的教目就要学 成功每一位牧师 就是John Newton John Newton 大家以前有看过一套电影 就是Wilbert Fox 当伟八叔师想做牧师的时候 John就跟他说 不要 你要从政 今天牧师的角色就是 鼓励肯定协作信徒 进入议会 进入任何空间里面 为上帝作光作业 而不是我们代表 或者代替信徒来参庭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你要去看我的全版本 就上网看了 好 谢谢牧师 都很清楚说了他的立文 就是一个很精彩的辩论 格局的发言 就 因为牧牧师 因为人家的时间多了 我都要公道 给两位讲完 都可以为人家 有一分钟的时间 特别是 刚才的牧师 也有一些责问 或者是有一些疑惑 在当中的发言 有些事情可以回应一下 你是从一个 陈一华牧师的支持者的角度 又或者是当区 选区的唐会牧师的身份 那些事情可以再补充一下 那我都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给你两位讲 国教授声音 好 我有一些资讯 我说过 我会为其他人变狐 所以为陈一华牧师变狐 他才有其他人 对我没有放心 这个我会做的 这个不带我时间 好 谢谢 哈哈 这个是代替主持声明的 那 我说明就是 中入议会的信任声音 就是我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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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任声音 特别中入议会的信任声音 绝对不是要维护 教会自己的利益 不是要建立一个 教会的 就是所谓的 我刚才说的 有很多的 那个模糊的地方 就是交入了一个 个人 就是行使他的 公民的权力 为什么一定要 上方上线呢 就是去到教会自己的 一个position呢 就是 就是 教务呢 不是要维护自己 就是参专为维护教会 或者信徒的利益 不是要自己的 constitutuance 服务 它就是为基督教会服务 或者是为基督教的理念 或者价值观立法 它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要维护所有的人民 就是发生 就是它需要的 其实是 就是 带着一个 基督教的 那种关爱的精神 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呢 会 就是服务各有 简单来说 就是宗教的理念 和价值呢 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的思维 我认为呢 是应该有积极建设性的贡献 特别在我们今天 一个市场主导 和工具理性的社会 在一个充满冲突 和将来的业维政治当中呢 信仰应该可以更加好的 为了社会的社会发生 好 那我想我也继续扮演了灰色的身份 我也是做灰色手 因为刚才 在国会里面呢 其实 他还有其他 包括主教的声音 那本身也是一个比较 徹底的政教分离的情况 因为历史里面 我觉得政和教 政制 教制 政权 教权 其实那个关系 千丝万某 那 你都可以说 大家都是互相 借力 互相 用一个比较细细的说法 互相来去 利用 所以也造成了 教育历史里面 有很多黑暗的特别 全力的互相投 我又不觉得 不应该怪牧者或者教会 政权都会向你招手 那你应该站在床 不应该被他吸引 在这个政治现实 或者社会的具体运作里面 教会真的要沉迫 生存空间 包括 都要直接说 现在国内教会 都面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考虑上 就真的不是非黑即白 即是中间 是有灰色地带 所以我们仍然有讨论的空间 去探索 事实上 事实上 刚才 游戎牧师他说的 他有一个 道理 或是 都希望 大家三年都做到 就是 今晚这个会 会谈完之后 会踏实一些 当你面对不同的处境 不同的时空 或者是有时候 刚才你开始所讲的时候 会不会过到 20年之后 或者是有些牧师 要走去做官 或者是 那个处境 里面的时候 有些 达实一些基础 今晚可以谈不出来 我想 很希望今晚的讨论 可以做这些东西 或者我们稍微回到今晚 开始这个讲座的时候 一个缘起 就是有私参选 有少少的 失败的东西 也想三个都可以 诠释一下 我们作为 这个讨论的开始 其实 具体现象就是 今次这位的 参选豪远牧师 他拿到 11977票 少于新界西有效票 就是498,610票 就是3% 所以按金是没有收到的 但算是这样 但是一位 没有案子 这个明显 是实际上 也没有鲜明正江南祥 一位的朋友 他用教育新闻高度参选 就可以拿到1,000多票 我觉得这个现象 其实很值得大家去看 所以想问台上三个 就是你会如何解读 这个现象 例如当区选犯 当区目者 有支持者 他如何解读 这1,000多票 会是什么来的呢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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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江教授所说的 我是同意的 就是 目者 他是 他是 突显某一种的关外文化 或者某一个议题 但我的问题 始终要问 为什么一定要进到立法会里面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你看黄之锋 他不是进到立法会 都可以推翻这个国民教育 或者我们看回郑大帆 他不需要进到立法会 他跟电台里面 都能够发挥影响力 那我们的教育都一样 我们可以发挥 我们属灵的影响力 即是 现在我们的目的 是否做不到 以至我们一定要 我们现在有策划 或者将来陆续有不同的明报 他都来参选 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社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 我们唯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我们才能够将另类的声音 将不一样的价值观 带到议会里面 我就会问 这种思考 是不是站得住脚 这种思考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在今晚一起 最好的就是讨论 我刚才问江教授 如果我参与选美 香港先生 那可以吗 都一样可以的 如果按同样的逻辑 是不是 我主要作为一个公民 我有个自由 我觉得我多漂亮 多英俊 多健美 那我就参与香港先生 我进入他里面 我又一样去反映 他说 向那班演艺界人员 表达一个关外的文化 让他们看到那种温柔美 可以吗 都一样觉得通 好 有法不能 我就是 我就是比较有分数字 现在被胡思党里面 真的是 香港先生 2007 你上网看 2007 那次 刚刚主动的时候 我刚刚走路吃饭 关于思韦 我当时是 水浮身份 我去查资料 你上网看 他是当传 香港先生 某一个造片的判军 但他有什么 你能不能拿到败鸡 我就不知道 有数字 有数字 很关心 现在有55岁以上 我会考虑 有些选事 我都有点兴趣 因为 可能我一个历史人 变成我对数字 有些很特别的感觉 很感谢 刚才罗文威提供了数字 万多票 我觉得是 我会考虑 就是万多票 是代表什么呢 如果 如果 这万多票里面 不单是基督徒 还有非基督徒 还有非基督徒 这些人会投入 陈牧师的票 我觉得是值得 现在我们去想 因为 我会觉得 就是从一个政治活动 或者一个去争取 发声的一个渠道来说 有万多票 一定是一个基督 我自己是比较上 倾向群众运动 这样我就会觉得 去推动群众运动的话 虽然 有要有清楚的 神学理据 但有时 在过程当中 我又喜欢 耶稣的事情 因为其实 如果我不是认识太太的话 我应该会去做修事 那就是 contemplat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会经常在行动里面 去目观 去反省 然后再看到 原来 我们的行动 是不是 能够带动到社会的改变 所以我又会觉得 等一下 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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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会这样 傾斜了 在入地上 反省 反省 对 我就想 是否不可以 是否真的不可以 还是否还可以 有其他目者去参考 原来这个 是一个 去表达另类声音 特别的 无政党的影响 无党无态 一个不独立候选人 站出来 但是 虽然说站出来 就是说耶稣 或者他去议会 洗脚 这一个 是在传达什么 讯息呢 对于现在香港的 教识 刚刚教授提过 是否都是一种的冲击 是 某程度 在 堂会来说 未必 能够带动到 这样的冲击 那 不然我们 Number always cast 就是我会 我会从这个角度去留下 我一直惊讶 就是 律师 这些 就是 集团的 立场 是很 怎样 是很绝对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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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是不是我们做不到呢 所以你需要它做 不是 我们他们都要做 其实 我自己一定会这样说的 我都不知道 我也很怀疑 所以陳牧師會這樣說,我私有沒有人說,所有牧師都會這樣做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reality,就是有牧師這樣賺出來 他可不可以賺出來呢? 這就不是否定其他人所做的工作 其他人做得非常好的,我都未必要鼓勵他去做 其實我都沒有鼓勵過陳牧師去做 我看了報紙才知道,有人說是我鼓勵他的眼睛 我看了報紙才知道,其實我做的工作不是很認識的 所以問題是,為何他不可以做呢? 有這麼多牧師,有這麼多人,在做這麼多很好的事 這位牧師有這麼一個選擇的時候 為何我們說他一定不可以這樣做呢? 剛才提出,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討論一些問題 有些事效不是一個 purely theoretical 的思考 在現實的考慮中,為何有些人問我做得 我只能給一個實際的例子 其實就是,很多人問我很貴 為何忽然間有一群學者去支持陳牧師 因為陳牧師是神通廣大 都未見過他在學者當中出現呢? 忽然間就有這麼多人 其實是可以爆死內幕給大家的 因為在過去差不多年紀兩年前 其實我和一群學者在討論 關於法律、信仰、政治等等的問題 剛好教練的時候,就多了一些人的討論 其實我們一直都會思考選擇 即是我們的信仰和我們實學 與香港的政治有甚麼關係 他們都是思考選 所以其實很多支持的那個學者 其實是經過一段時間去考慮的 那反而間呢,他們都忠了出來 我們想起白老鼠好了 其實簡單來說,我們一直討論這個問題,都覺得應該有清晰、信用的聲音,在政治當中 現在他出來,我們就給他一個支持,當然他可能做得不好 但是基本的參選的意念和理念,是跟我們幾個人所討論、所思考的,是對的 為什麼對這個問題呢?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那一萬多票在哪裡 我自己所聽的,似乎有不少人認同這個理念 最少我可以說,我所知道的學者當中有不少人認同這個理念 我自己個人就是這樣,事實上,如果你問我,我可以坦白說 我支持他的時候,我自己感覺上,就知道他應該會重存 因為覺得沒什麼可能,這是第一步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可能,所以我給他的錢特別多 所以我不會應付,我不會覺得少少一點錢就算了 我都覺得他應該會重存的 我覺得應該給他支持,所以我都盡量在我當時特別,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我還處理很多其他的東西,我也會支持 就是我覺得這個理念重要,不是一個人成不成功的問題 但是我好像在一個,譬如說在一個中東國家當中,沒有什麼類型產值 那發現一個類型出來,你又支持他 那他可能未必做得好,可能還有很多缺點 但是那個理念呢,就應該有一個不同的人 多一些不同的人出現,所以就支持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我是支持,有信用的聲音 我相信,始終江教授沒有回答那個核心的問題 我聽了他剛才說的 現在也不是說是否可不可以,那一定可以的 我自己在文章裡面一開始就是,所有公民 他有投票權,亦有參選權,是絕對可以的 作為一個專業,不像牧師,不像醫生,不像律師 那牧師堪得選,醫生堪得選,為什麼牧師不可以 都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是作為一個,和教會有密切關係 現在我不是很滿意的一種言論 就是經常是將個人和教會切割出來 這個就正是今日教會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說,我有一個領袖,神呼召我 明天就要辦一份教會的日報 我現在就找人去支持 我聽說,神給我感動,要辦一間給忠臣更好的社會院 那我就去 我就問了,這種整天都是說個人的領袖 為什麼不可以跟教會是比起一個結年 以致,如果教會不是很接受的事 你就說服教會 這都是John's Club,是《根深教會》所說的 今天我們其中有改變教會 就請你用說服,用理性,告訴對方應該怎樣去做 或者說服現在教的那些大佬,告訴你 你們那些太老套了 現在這個新的年代,牧師參與是沒有問題 麻煩你用理性文明去說服他們 但現在看不到 有牧師參與不是多好? 我現在不是 我基本上是說,作為一個牧師的職份 因為你如果看信義中的立場 很明顯,兩個在辦公室裏面 他們是反對神職人員參軍,作戰 是反對神職人員 一方面是做法官,一方面 又在教會裏面講聖經 很清楚,嘉爾文的傳統 因為嘉爾文有段時間,他都是參與政治 這個就是當時的獨特的論述背景 所以劉教授很熟悉 但接著去到現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們又不是重套複製中世紀那種政教不分 特別是要明白我們要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 即是說牧師參政是沒有問題呢? 請問,如果牧師組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將來他是不是代表了整個的教界呢? 你看看50年代的歷史的時候 今天我們關心政治的需要 為的就是不想教會被統治 不想教會被收回 這個就是我的立場 你可否再說一句 我跟他人很明密的所說呢? 即牧師和那個教會的設計師說 他一定要說服教會 猜派去代表教會去 用美國的問題來解釋 這個就是前任一致 舉例,你現在看美國的設計 那個教會的群體如何代表 這個majority 你不認窮的消耗 很清楚代表這個道德大多數 於是有一班教務去推舉這個人出來 這個人就去為他們 來去贏取那個議席 背後就很清楚 就是教會光明正大 站出來就說 我支持這個候選人 這個候選人是代表某一種的價值觀 這個不是有教會支持嗎? 你可以不認同這個道法 但他基本上是前後一次 大家明白我所說 他來一個民權領袖 用回Jackson為例 他在馬丁路德金的時候 我看回歷史 這個對原來心目之背 那篇文章就被引用了 很清楚是有教會支持 前面的浸訊會 美國黑人浸訊會 是支持他參與 在這個政治事務裏面 沒問題 很清楚 但現在 我問哪些教會 會支持陳牧師 我答案 我答案 現在我的重點 我不是為陳牧師去演 就是我們應該在這裡 我們不是討論陳牧師參選的 是否會討論 當然這個是 on this all 這件事是可以討論的 但我現在 分身選 還有我支持 他這個事 是能夠說明了一個現象 就是那個教目 如果他說 他沒有教會的認受 而他自己出來 說有神的感動 我要做某些事的時候 這個 會討論 作為教的一份子 我們是有權 提出我們的議論 所以今晚整個討論有幾個層次要討論 第一個就是關於選舉的事情 就是陳牧師去參選的時候 就是他所擺出來的理念 這個是我剛才提到的 數字的會見 這個因素 因為實際上這個現象本身是值得解讀的 解讀就是 其實為何這個 武旺跡 證剛的臨場 模糊出來 而高調是牧師去參選 而可以一開始獲得幾票 就是這個現象 對於香港黨整個選舉文化 是有一個解讀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層次 另外第二個層次 就是剛才江教授 其實胡師也有提過 就是關於政教的關係 那些東西 那特別的政教關係 一定是會和私有掛勾的 在北美的情況 在香港的情況 特別是香港適合到 就是內地的情況 就是小教會 對於內地往往的政治經歷 都還是很深刻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突然有一個牧師 說代表他們去參選一個議會的時候 即是那個聯想 即是那個背後的解讀 即是那個背後的解讀 就可以有很高人化的表達 那最後一件事 就是關於那個 是行不適當的事情 那當你那個教目去參與 當一個教會 他要面對這個選舉政治的時候 他應該怎樣去思考自己的角色 才是最適當的呢 其實這些層次 在我們今晚的情況 都可以去探討 那接下來的時間 當然我們 講一分鐘 好 接著台下的頻道 開始上課 因為我在港產國人的事情 如果某些是需要中派的支持 這是個別的中派的事 這個就不是我們 但我個人來說 我都覺得 如果他真是一個中派派他去 我是覺得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不贊同一個問題 我是反對中派參與他去參選的 所以我不需要為你打這場仗 即是你對他的要求 不是我贊成的事 所以這個就不歸你 在你自己的中派去解決 所以這個就是 講到ridiculous 就是如果他所屬的中派 都不支持他的時候 請問 哪些支持他 你知道嗎 你講的時候才是 到靜靜教會來的問題 不是這幾個就是 你那些人 你那些人有陪伴他去表達 這個就是那個ridiculous 這個就是對外面的人 就說我代表你們 現在進去講耶穌 但是你後面 咦 後面哪些人去支持他 麻煩 即是你一個具體 拿出來 那我家裡是這幫人 他是支持他的 好 少少資料補充 那就先回答 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朋友比較清楚 就是說 當陳穆斯他在參選的時候 他之前就是遲了他自己的所屬堂會 的顧問同事的職位 那在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中派即是宣導會 就去到八月了 就有一個他們的總幹事 在他們的中派的通訊 裏面上編文章出 這些網上重溫得到的 就叫做 本會對政教關係的立場 是2012年8月 裡面就提到很多的論點 都是說 最終那一句是這樣說的 基於本會的政教分離立場的大前提之下 本就不贊成牧師傳道參職 指直接或間接參與友好競選職務的政治要員 令基於教育夫教的基礎 由牧師傳道決定參選 就需要辭任牧師傳道職務 本會即是侍奉 這條問題其實我和阿牧師 做過的電台節目都約過 因為牧師方便問他 他就覺得跟他無關 這就是因為牧師的一個答覆 我少少要補充 詳細的你可以去到 這個印尼斯卡士的論壇 跟阿卡都聽話 下無可 阿牧師 聘請 聘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